2024年10月26日想跟大家說一些財經新聞的解讀 第一個想說這段影片下面有一個聲明可以三個連結 第一個就是WhatsApp群組 容許我單向跟大家發布訊息 第二個就是Ban軟件群組 容許網友在討論區裏面互相討論 但又不會違反私隱條例 第三個就是YouTube Channel Capital Corner 有我和Hermann說說港股、美股和其權的操作 接下來星期二就有一個叫做Zoom 就是講一些在Trading Views裏面 我們弄了一些指標有七個 有興趣就可以在那個連結那裏有個報名 報名就可以進入Zoom Meeting 其實前兩天就是星期四晚做了一個免費的YouTube直播 就講一下其中兩個指標 有興趣可以翻看的 其實也挺有用的 免費就去看看 接著想講今天的財經新聞 第一個想講的是CCL CCL連續三個星期都是上升 那個氣氛是自從減息和放寬的按揭之後 是好轉了 就是大家要去承認有些事實有些數據 就是一件事就是那個成交量就多了 無論是一手和二手是多了 那哪怕是小小其實是正在改善的 第二個就是講那個叫做供應量 想說供應量其實現在 接下來存在的供應量就有十萬八千個 比之前的兩季就減少了 但是現樓的數目就隨著很多落成就多了 現在就有二萬一千個是落成了 但是還沒賣的 有七萬七千個就是代售的樓花 就是可以申請去買樓花的了 但是還沒賣的 還有一萬個就是熟地可以隨時動工的項目 那這個就是一手供應 那其實這個市場就叫做動態 什麼叫做動態呢 就是麵包還沒賣到 那我們會控制那個供應量 就是知道麵包還沒賣到 那我還做這麼多麵包來做什麼呢 所以在那個麵粉就是在那個買地那裡 大家就會審慎 那昨天就有一塊地就是在沙田圍 就是小力園和沙田圍路的交界裡面 那那個地塊就中庭就有六萬八千尺 可以蓋到的就是三十萬 零四千二百尺的面積 那預計可以蓋到五百七十貨 那有六個發展商就入了標 知道明清的就有五間 包括長實、新地、信志、匯德鋒、華茂 那大家去估那個價錢 每平方的赤價就是三千到四千元 那就是說我們去買麵粉 簡單簡單單買一些在 譬如在車工廟站 走過去 有限 我忘記是新田圍還是車工廟 第一城站應該是 走過去是說 10分鐘暴程的 那這些都算叫做優質的地塊 都是說三四千元尺 那怎麼會還有人去去拼舊樓呢 所以現在拼舊樓那個業務差不多是停頓的 很多是以前做拼舊樓的專業公司 現在是已經把那些僱員 很多都遣散了 那留幾個人就繼續維持最基本的運作 因為短期內都很難找到那些發展商 是去很積極去收購舊樓 唯有積極去收購舊樓的 就只有是市區重建局 市區重建局因為它計算的KPI 不是計算賺不賺錢 它是計算究竟重建了多少物業 那最後誰買單呢 最最後一定是政府埋單 因為在它的商業模式裡面 是存在了一個很大的漏洞 那漏洞就是他們算去買入的價錢 就是去收購舊樓 就是算同區樓齡七年的樓齡 去做一個賠償去收購舊樓 但是現在去賣它 它現在拼回來的地塊 那發展商就給不到這個價格 那就虧本了 因為現在都新樓賣樓 不是有一個日價在上面 現在是有一個折讓在下面 那時候就給不到一個高的價 那就是所有的生意都是說一個叫做計算 計算得到的 那就做生意了 那昨天呢 因為報紙又說 我昨天沒有時間再說 就是前特首梁振英先生呢 他就提出來了 究竟是不是應該那個發展地塊 就是做地的速度 需不需要這麼急呢 是需不需要去幾個火頭一起點呢 那我們要去計算呢 就是計那個成本 因為我們去做地塊 由生地轉到熟地 三通一坪也好 七通一坪也好 其實是要成本的 就是你沒有去計成本 你說我要做這些地塊出來 那做完之後 賣不賣得出先 或者賣那個價格 是不是高過你投入的成本呢 如果是高不過的 那你其實是在做一個虧本生意啦 就是一個政府呢 其實如果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呢 你都差不多是跟他一個企業去運動 究竟可不可以自負盈虧呢 投資你說之後有回報收益沒有問題的 但是這個是不是你的那個算盤 打不打得著呢 這個就是大家要去想 有很多項目 就是其實香港有很多項目 是沒有想過回報的 就是只是我要去做 我要去提供這些福利 那是不是這個社會承擔得到呢 比如舉劏房為例 那劏房有沒有那個存在價值呢 就是我覺得是很惡劣 有沒有辦法去怎麼說 去改善呢 有的 但是你要計算 你付出那個成本去改善 還有現有的狀況 你要作出一個平衡 就是說我們要去將它由劏房 變成簡約房 那這個成本 最後來哪個埋單呢 是政府埋單 是私人去埋單 還是那些租客用戶去埋單 那你做了簡約房 那有成本加了上去 加了上去 但是那個用戶負擔不到 那怎樣呢 就會衍生很多問題 包括有黑市 包括或者是 就是有其他問題衍生 就是我看到最大的就是 就是黑市的劏房會出現 那就令到有部分 住的人呢 就 會給多了成本 那這個是 就是大家要去取捨 現在香港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想這些資源的分配 尤其是公共房屋 香港的公共房屋的數目不少 就是有成二百幾三百萬個資助房屋 公屋加上居屋 那其實不少 那但是有沒有濫用呢 那我聽身邊的朋友 認識很多的朋友 都很多都是濫用 也都是很懂去玩那個做法 那最為人救病的就是 那些新來的移民 就是他很懂和社工 懂玩那個遊戲 幾年就會拿到上樓 拿到的物業就不差 那你想一下 就是去做申報 就說要靠那個人主動去申報 那如果政府不查的 根本不會出現之前那個個案 在香港就有物業 那他說沒有 那照樣都可以給到那個單位 那其實浪費公帑 因為你這些這樣的查冊 那你和地政署去做一做那個核對 馬上就知道了 怎麼可能是出現給了一間公屋 他隔了幾個月才知道 是他有資產 那這個資產審查 為什麼會是這麼兒戲呢 無論在那個叫做 他有沒有擁有資產 或者他入息裡面 是不是可以做得一些叫做嚴謹一些呢 我覺得絕對有 尤其是今天 就是在那個叫做 會計制度也好 或者是一些匯報的制度也好 是不是可以堵塞一些勵動呢 有這麼多人 為什麼的士司機 為什麼醫生 為什麼藥房 為什麼這麼多人 是不喜歡用一些叫做 百達通啊 不喜歡用微信支付啊 所有東西都不喜歡用 只是收現金 因為只有收現金 才沒有人知道到 他的那個收入是多少 那這些其實就是 對其他納稅人不公平 其他人 捕捉稅的就要納稅 你走稅的 你又不僅不用交稅 還可以享受到福利 那這個 就令到那個社會不公平 那我想 在那個公屋裡面 有很多人呢 都是 懂得玩這個遊戲 而避了那個收入 那再看回CCL 那其實近這三個禮拜 已經是在回穩 那大家要看著一些訊號 就是我現在都沒有覺得 香港是有一個 變了一個樓價 一個上升軌 但是好像有少少 找到一個叫喘息的空間 那我昨天看新聞 那有個測量師就說 跟我的想法都好像 就是說現在香港的樓市 站不站得穩 很大程度就取決於 下一年的息口 究竟會是維持在高位 是不是還是維持在高位 如果還是維持在高位的時候 那個樓價 未必會變回上升軌 以及會站得穩 那我就比他更加悲觀 就是我覺得 明年是有機會出現回馬昌 就是兩個月之前 就是 我判斷 今年其實 其實未必會減息 最後來就減了一圈 0.5厘 比大家的想像為高 然後每個人都覺得 減息周期已經是完 但是 如果看回整個樓觀經濟 我覺得整個減息周期未必會完 下年 就是元果換了特朗普 那很大機會 那個通脹是會上升 上升的時候 大家去對那個資產評估 又要再重新去想過了 就是大家期望的 未來會去到一個很低息的環境 那我想是比較難一點 那 再說回一些叫做經濟 那現在大家的大國就在鬥著 鬥著一些叫做衛星射的次數 鬥著在那個航天 那個發射衛星 或者是載人上太空那裡 是在做一個競賽 那NASA 自從那個叫做穿梭機爆炸之後 他把他很多那些發射衛星 就外判了出去 外判了給誰呢 外判了給Elon Musk 那他就把那個問題斬件去解決 就是說NASA去想個問題 就是說那個發射器 就集中在一起 搞他有幾大顆 有幾大顆 那反過來 然後SpaceX去想個問題 有沒有辦法 我不是想有這麼大顆 只有這麼大顆 我就把它整成為零 將一顆大顆的 可能變成二十顆小顆 這樣的時候 他們就更加容易控制那個安全 控制會不會爆炸 因為可能那個壓力 或者是什麼情況沒有那麼大 所以令到他那個 那個無論成本 或者是那個安全係數 就高了 那麼公司 就是今年那個 還有國家發射衛星那個 最多的就是SpaceX 有一百次 第二個就是中國 就有五十一次 俄羅斯就十一次 日本就五次 印度就三次 歐洲就兩次 這個也是一個叫做 資料 告訴大家 為什麼美國那麼怕中國 中國是有機會去挑戰他的霸權 你想想 除了中國之外 沒有人是會追得貼近 美國在那個 航天的那個領域裡面 那麼最近 美國就有一些叫做 航天 就是去太空的旅行 那麼去完又回來了 那麼中國呢 最近又是做了一次 這些去太空飛行的旅行的拍賣 就是在網上去做這個營購 已經有人去申請了 那麼就已經賣了 買了兩個位 每一個位 就一百五十萬 那麼是去太空邊皮那裡 感受那個失重的狀態 那麼說的是五分鐘的歷程 那麼 每一個人的想法不同 有些人覺得 啊 花一百多萬去玩五分鐘 那是很不值得 但是 如果是有錢的 放過面那一陣 其實在他們來說 就很值得 但是他們有一些先決條件 包括年齡 就是超過六十歲 他就不去玩 不瘦了 然後看你的身體狀況 要做一系列的培訓 你的體能 負擔得到 才可以上去 那麼現在大家去爭奪那個 太空 就是最主要就是衛星 那麼現在的衛星是多到很厲害 就是譬如玩航拍機那樣 你隨時拿一部航拍機出去 有個遙控器 那麼那個 航拍機 就是那個無人機 就隨時收到三四十顆衛星 那麼也都可以顯示得到一個屏幕裡面 就是你越找得到多衛星的時候 你的定位就是越精準 那麼現在中國和外國就是在鬥這些東西 那麼那個叫高德地圖 百度地圖 還有Google 那麼在內地用那個 內地的定位是比Google用GPS 就更加為精準 就是這個中國不是落後的國家 它那個定位技術和外國是有得比 尤其是在民用那邊 中國可能是比外國更加領先 那麼這個是一個尤其是在現代的軍事 就是定位是非常之重要 就是之前中國和外國打仗 或者外國想進來中國 那第一步都是靠找一些傳教士也好 找一些叫間諜也好 什麼都好 穿州過省就是看它的地形 地圖 去畫 看看哪裏是山 哪裏是河 那如果有知己知彼 你才可以打進來的時候 你才可以規劃到路線 知道怎樣去入侵 這個是每一次打仗 為什麼那個要去畫沙盤 要去做那個定的策略 都是跟地形地勢有關 那就是所以那個叫地圖 對於這個國家是非常之重要 和敏感 那有些叫做敏感的地方 就不會被別人去看見得到 那我記得上年暑假 那我去了一圈威海 威海的機場是兩用的 民用和軍用 那到降落的時候 就跟其他搭飛機不同 通常我們降落的時候 就要把那些窗戶打開 但是去降落這個叫做軍用的機場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那個窗戶關起來 防止你們去偷偷拍攝、錄影 去看這個叫做軍用的機場 那所以那些國之利器一定通常 就是收收賣賣 除非他說想給大家看 就是在一個叫做大的演習裡面 去宣示他有沒有這樣的力量 以前為什麼就是商朝 在那個銅器時代裡面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頂 有這麼多杯是用銅做呢 其實是一個宣示 就告訴其他國家 我製造銅的技術很先進的 製造銅的技術很先進 就是說我可以做刀 我做得是比你更加鋒利 那因為以前的打仗 就是叫做兵刃相接 那你那把刀給人家利 殺傷力夠強的時候 你贏人的機會就多了 就是大家一把刀大家互劈 你是劈斷到人家把劍或者把刀 然後你殺死敵人的機會率就高了 那其實那些做銅器 其實就是告訴別人 我宣示我自己有這樣的威力 以前就沒有那些叫做巡遊 去活潛去宣示自己的軍力 那就是靠這些東西 就去忍住告訴敵方 我是有這樣的能力 這就是講一些銅器出現的情形 那最最後就想講一下 有一些叫做走資的詳細的情形 那有一個機構就估計 這幾年尤其是在2022年 差不多是走成幾萬億美金出去 就是最高峰的時候 就是講疫情接近未完結的 2022年都未完結 因為2023年才是完結 解除了封關 那2022和2023呢 每兩個月呢 他們那個走資呢 都成三千幾億美金 那他們通過些什麼的渠道 那最少錢的就靠買搬家 就是你找些人每一天拿兩萬 或者幾萬元 那些人抓不到 那慢慢搬下來 那這個數目就有限 那有很多其實就是做一些立行 立行就是說我在外國有些項目 那這些項目就是內地是扶持的 就是把那個估值打大 從而將這些資金匯到出來 這個是第二種方法 那還有一種是什麼呢 就是用黃金 因為黃金你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些叫做飾物 就變成了做皮帶扣啊 或者是一些藏得到的身體 那當這些飾物啊 皮帶扣啊 或者是一些裝飾呢 來到香港的時候呢 就去找一些叫做融金牆 那最近有些朋友是以前不是做黃金的 都在紅磡裡面呢 就開了一些融金牆 開了一些融金牆呢 那些內地朋友 或者有些走私俄羅斯啊 或者是其他黑人 來到香港呢 就把那些黃金給他用 第一次用了呢 那有一個變了是一些金條 但因為這些金條不是一些叫做大的融金牆去做 那通常呢 還要用多一轉 就是怎樣呢 就是拿去一些大的融金牆 就拿到一個叫做mark 那譬如去荷利市啊那裡呢 就會得到一個mark 那就證明它是99.94條9的金啊 那就將這一件東西呢 由黑市呢 就變成了做一個叫做合法化 令到這件東西呢 就可以去做賣賣 那這個是內地人呢 有部分人呢 就這樣做 搞這個玩法 另外呢就很多人 就是其實這幾年很多人就問 我有沒有辦法可以將一些古董呢 是把它可以做tokenized 就是變了做代幣化 或者去發NFT 用一些在境外的人去營購 用一個股東的實物去做一個backup 去做一個reward asset的東西去做backup 去做 那目的其實都是一樣東西呢 就是把它去走資 變成token的時候 最多最後就是再去換成一些叫做USDT 就是美金的穩定幣呢 是來走資 也都是有人去做的 那在黃金其實很多內地的朋友呢 就是他們都喜歡的 就是把人民幣變黃金 因為他覺得人民幣那個有貶值的壓力 尤其是幾年前 那可以保值的呢 就是黃金 那所以那個需求大了 也都看到金價呢 就沒有停止是跌過了 那講黃金 就是在香港我朋友 也都是做了一些叫做黃金的ETF 因為黃金如果你拿著 你放在手上沒有問題的 那你就等它升值了 但是如果你放在香港 覺得害怕的時候 你放在某些機構去 替你保存黃金 他就會收你創造 那所以是衍生得到 現在有些叫做黃金的ETF 就是我朋友做的 你給黃金我 我可以 給你黃金的ETF 而黃金的ETF 是可以融資的 因為找到金主 可以把黃金的ETF 是可以做到融資八成 因為黃金就做不到融資 但是你需要付出利息 那這個都是看得到 為什麼香港在近期的施政報告裡面 是想做一個黃金的交易中心 有沒有辦法可以激活到 之前港交所買下的 英國的貴金數交易所 LME 是去把他激活 要打造一個叫做 儲存黃金的倉儲 就是那個叫做 金庫 然後有沒有辦法可以激活 香港 就是除了股票市場之外 有沒有辦法激活 變成一個黃金交易的中心 買賣的中心 那我想有機會 因為始終中國人 對黃金的喜好是有 這樣的時候 中國政府也不想這些黃金的買賣 在其他的國家去做 那反過來 在香港做這件事 我覺得也是有市場 就是香港的地位是非常之特殊 要是靠一些官員 要去想辦法 怎樣去激活他 就是譬如 香港最有價值 講很多次 就是講交所和港幣 這個就是他最大的優勢 那香港有特殊的地位 可以做虛擬資產 可以做黃金 可以做人民幣離岸的中心 這些這麼多的東西 其實是可以做到一個串連 就是只要你想到內地的人 資金很多 但是又沒有渠道去投資的時候 那其實是有辦法 因為譬如你是做到一些基金 內地的人去投資 經一個渠道下來買香港的黃金 造成一個幣環 而也都令到那些人民幣是不會流走的 那香港其實是有這樣的生意 可以如果是肯去想的 有很多東西可以去做的 或者是跟內地不同的政府 機構去做法債 等於最近香港幫海南島發了30億的社會責任的債券 那這些都是香港可以扮演到的角色 就是大家在加蘭的時期 不要顧布自封 你要去想清楚 有什麼是可以自己做到 在自己的社情範圍裏面做到 那就 願無用的 那個市場就變化了 那個pattern變化了 唯有是改變自己的商業模式 還有是那個叫做價值鏈 那今天想說的就是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